白警黑子是超炮系列中人气超高的女性变态角色 她的变态之名已经广传千里 尤其对于炮姐的变态行为更是令无数人喜闻乐见 其中还诞生了电脑配件这个广为人知的敏感 黑子也成为了变态的代名词 她在炮姐实施的种种变态行为被粉丝称为黑子行为 但白警黑子受人欢迎的原因不仅仅是人格魅力 还有她独特的身线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黑子的身忧心景理美 她的身线极为特殊 辨识度极高 基本上一句话就能听出来 给大家感受一下 粉丝将心景理美的这种独特身线 称为黑子身线 黑子病则是沉迷黑子身线 无法自拔的一种表现 类似丁公病 当初为了抽到可莉 我克的人生中第一个六四八 对此我这样说 可莉的CV是花铃 她的身线多为萝莉音 因为经常出演萝莉角色 于是有了萝莉专研会的称呼 不可以擅自行动 好 还有不可以和其他人吵架 好 好好使用鸡皮腰臂等装备 要拿吻不能甩飞出去了 好 呃 我说啊 你血银子都带上了吗 带着呢 很好 那我们 开工吧 好 在看哪里啊 你这个死落利控 想要看我的胖子吗 所以说 要来舔我的脚吗 哼 杂鱼 嗨 大家好 我名叫左依 你叫什么 想不想和我做姐妹呢 我们可以成为很好 很好的朋友 这个绰号出自夜夜恋恋的身忧青山主 青山主的长相极为出众 曾在大学社团学美大胎中获得亚军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美少女身忧 却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整出一些地球人无法理解的火 于是有了外星人这个称号 谁都不想和我 谁都不想和我 想要改变 知らない顔をしても意識し合ってる 背伸びしたメイク 時々だけど 気付いてくれなきゃダメなんだから 青山主曾经参演过一部短剧 在剧中他将大和福子形象 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解释一下 大和福子是日本文化的形容用语 带着性格文静 温柔体贴 并且具有高尚美德气质的女性 然而看过深放送节目的粉丝应该知道 这个形象已经完全崩塌了 取而代之的是延绎和整活 现在他有一个新的称号 大和福子 静态大和福子 动态大和福子 说起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身忧 那必定是花则香菜 这一切都源于表情包和恋爱循环的 影响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花则香菜因为没有控制住自己的笑容 被网友截图并做成表情包而广为流传 当时屏幕上面的天气预报 正好播放到冰库北地区 于是这个表情就被大家称为冰库北的微笑 在这之后 大家很少看到香菜在公开场合露出大笑的表情 于是有了香菜不笑了 怎么想都是你们的错这个梗 由于花则香菜对此事的态度是负面情绪 所以建议大家适度玩梗 而真正让花则香菜火出圈的 则是一首歌曲 《恋爱循环》 FanIELD 说 大雅 不好意思放错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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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日本人气一线深优 石连章是业界少见的 可以配女性角色 还不易被人察觉的男性深优 她的英语相当广泛 无论是温柔的主勋 还是冷酷的吴爱罗 亦或是一本正经搞笑的 贵小太郎 她都能演绎得很好 早期还在美少女战士中 出演的愚言爱将这些角色 之前有一段 一人七亿的视频 被大家广为流传 让人不得不感叹神乎奇迹 然而这还不是极限 在世家推出的一款手游 锁链战绩里面 石连章创下一人分射 46个角色的今天记录 随着游戏版本的更新 这个记录再不断被打破 不得不说深游都是怪物 这梗出自我和作者 比命长的国产动画 罗小黑战绩 当初作者吃三千元巨资 制作出了这部动画 因为资金有限 师傭们都是一人分饰多个角色 其中山星一人 就配了十几个角色 比如小黑 小白 山星 黄兽 阿根 哪吒 母鸡 小狗等等 于是有了山星 带着山星去山星家 看山星的名场面 在结尾的配音列表中 山星直接占了整整一页 名字也从山星变成了山星门 而山星堆这个称呼 是根据山星堆写印过来的 除此之外 山星还是哪吒专业户 你的发型好可爱 要不是有识别性 我早就换 识别性 你谁啊 你看 你是谁啊 原来你不认识我呀 虽然人家长得可爱了些 但是人家是十足的男子 嗨 娘 说好了 盘和莉莉都要给我 不许来唱哦 哟 这次会变成什么呢 应该是白色吧 喵 没变化呀 喵 你们让它吃什么了 坏的羽毛球 什么 糟了 快吐出来 怎么了 哥哥 你们先进屋去吧 我带笔丢出去一下 小黑 来 喵 怎么了 运动班专专业户是指身优矽谷家镇 他被称为制霸运动班的男人 代表作有日向顺品 棉谷新 白石藏之界 东风旭等 他所涉及到的运动项目包含 但不仅限于棒球 网球 篮球 排球 足球 拳击 相扑 滑冰等等 一个人就承包了整个奥运会 不过矽谷家镇因为出演了奥尔加这个角色 而风平被害 成为了无数网友恶果的对象 坳将是指身优幽木壁 因为幽木壁的日语发音是Yuki Aoi 坳是Aoi的中文谐音 于是有了凹将这个称呼 另一个原因嘛 大家看这样图应该就懂了 值得一提的是 幽木壁的身高只有一米四四 经常被误认为是未成年人 自称合法罗里 因为身高原因还被工业征受嘲笑 幽木壁的身陷多变 戏路宽阔 出演过原神 原神 原神 以及原神 鬼知道这些年凹将到底惊妮了什么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自从引入替身设定后 久久历代主角的身优都姓小野 三代主角陈太郎的身优是小野大夫 四代主角东方丈柱的身优是小野有数 五代主角乔鲁洛的身优是小野贤张 久久的奇妙冒险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小野的奇妙冒险 以至于二代主角乔瑟夫的身优 山田之河都吐槽自己 其实叫小野之河 不过六代主角徐伦的身优 并非大家猜测的小野香菜 而是一个名叫菲鲁兹兰的新人身优 他的父亲是埃及人 母亲是日本人 小学曾在埃及开罗生活过一段时间 期间被一位奇怪的婆婆用剑刺中觉醒的替身 初中时期因为看了久久 于是产生的要做身优的想法 最憧憬的角色就是徐伦 如今梦想成真可以说相当励志 什么叫真正的纠除 而且他和徐伦有诸多相似之处 两人都是1993年出生 都是混血儿 徐伦是肌肉猛女 而他的肌肉比徐伦还猛 由他来配音简直再适合不过了 这梗最早出自日本爱情动作片 看过的都懂 在此就不详细说明了 然而在二词原里面 这句话用于表达对具有魅力的人气角色的喜爱之情 或者对已经成为人气的深幽本人的喜爱之情 作为经常配人气御解型角色的深幽泽成梅雪 自从和一般社员结婚之后 就被粉丝亲切地称为太太 大家把太太我喜欢你啊打在公屏上 泽成梅雪是一个拥有众多身线的实力派深幽 可御解 可罗莉 可正太 其中御解音最为经典 日本漫画中第一个御解类型的角色 风波二子的配音就是泽成梅雪 浦社会では大スターのあなたが こんな偏僻な場所にいらっしゃるなんて ねえ ルポ 私は 峰富士子 色仕掛けで豪欲にお宝を奪いまくる 最近流行りの女カイト 湧いてきて光栄だ よくご存知なのね 勉強大好きなの 僕 あいうえお菓子下 かきくけ こんなにも さしすせ ソフトクリーム こそロップで 一個は